大家好,我是视频设计师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平时在剪辑的时候 经常用到的一些技巧 或者说方法来提高剪辑的工作效率 我们首先打开Promere 打开之后 我们随意的导入一些视频片段 到时间线上面 假如我要截取这一针 就是说把这一针截取出来 我们在预览双考中 点击导出针 然后选择一个保存的位置 点击确定 然后这一针就截取出来了 我们把这一针 导入进来 双击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 刚刚截取的这一针 当然还有一个方法 把时间线放到要截取的这一针 点击右键 添加增定格 添加增定格之后 这里前面 是视频 动的 到这里 就已经 是静态的 图片形式 这一针 就像刚刚我们截取的内针是一样的 还有我们要恢复 我们要恢复上一步的操作 要撤销刚才操作的这一步 我们按 恢复加J 恢复到前面一步的操作 我们来试验一下 首先把这些素材随意的剪断 剪断之后 我首先按一次恢复加J 它就恢复到我们最后一步的操作 那我们连按多次 就恢复到 最开始的那一步操作 在项目 创稿中 我们导进来很多素材 导进很多素材之后 假如说我这一小段是需要用的 我就 把它挑出来 觉得这一小段不合适 我还想再继续挑 然后我们就在项目创稿中 找到这个原始的素材 点击右键 在项目中显示 然后我们在项目中 就可以看到 刚才的那一个片段的原始素材 我们双击 我们就要在原始素材里面 再挑一些片段 假如说我要知道 这个素材在我电脑中的 哪个位置 点击右键 在资源管理器中 显示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素材 在我们电脑上的 哪个盘 哪个文定夹里面 就可以找到这个原始素材 好 我们先关掉 我们首先按住 Ctrl加Alt 然后点击素材 鼠标 左键 点击素材 拖度到 要插入的某个位置 释放鼠标 它就自动 这个素材 一个一个一个剪辑 这样其实比较慢 没必要这样操作 然后我们首先选到需要剪辑的地方 然后按剃刀工具 再按住 按住Shift键 我们可以看到 有两个 剃刀在上面 在素材上面点击 点击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所有的这些素材片段 全部剪开 从这个位置剪开来了 现在的我们拍摄的素材 倒进来之后 这个视频跟音频是连到一起的 我们要单独需要这个视频 你像这个视频片段 我这个声音是不需要的 不需要的 然后我就想把它删掉 要怎么删 首先在这个视频片段上面 点击右键 然后点击取消链接 取消链接之后 就把这个视频跟音频分开来了 然后我们要单独 保留视频 就把音频删掉 按delay的键删掉 然后我们现在就单独的 保留了视频 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按住out键 点击音频 它就单独选择音频 或者点击视频 它就单独选择视频 选择之后 然后我们 把需要保留的留下来 不需要的就删掉 下面我们来讲一下 怎样快速添加转场效果 我要在这两个片段中间 添加一个叠化效果 一般我们正常的话 是在这里面 效果窗口里面 找到 转场 找到浓解 然后交叉浓解 然后拖入到这上面 其实还有更简便的操作 选中这两个素材 按肯确加第一键 然后它就自动添加了一个 叠化的转场效果 然后我们把 前后不需要的 就把它删掉 只保留这个 我们需要的这个转场效果 那些五星人可能会说 我不想要这个叠化效果 我想要其他的效果 那怎么办呢 因为我们这个快捷键 肯确加第一键 添加的叠化效果 是软件默认的 这个转场效果 什么叫默认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在效果面板里面 找到视频过渡 找到这个龙解 软件默认的转场效果 我在前面的一期课程里面 有讲到 默认的转场效果 它那个前面 有一个蓝色的框框 其他的不是默认的 就没有这个蓝色的框框 然后假如说 我想要其他的一个转场效果 变成默认的转场效果 我们就随意选择一个 点击这个转场效果 点击右键 将所选过度设为默认过度 然后这个键引为白色 就是我们默认的转场效果 然后我们再选中这两个素材 按肯确加D 然后这个转场效果 就变成 键引为白色的这个转场效果 就不是叠化效果了 我要把这一段素材 替换成 那个金鱼的那一段素材 我在原始素材中 已经把金鱼的这一段 已经挑选出来了 然后 我在时间线上面选中这一段 再到项目参考中 找到 刚才挑的金鱼的那一段 原始素材 按住out的键 点击这一段素材 拖录到 要替换的 这个素材片段上面 释放鼠标 然后我们 就可以看到 这一段视频片段 就替换成了金鱼的这一个片段 这种方法 更适合于图片 我平常在 剪辑视频的时候 会碰到很多图片 需要替换 我们就以这种方法 替换大大的提高了工作效率 就不需要每个片段 再重新去剪辑 特别是我们有些片段 做了动画的 假如说很多片段的话 不可能每个片段 再重新去做一个动画 就没有必要 我们就直接复制 复制完了以后 再直接替换掉 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 就是因为我们 Promia软件 对内存 电脑的内存要求 相对来说 比较高一些 然后的话 内存不太够的话 可能会 对我们剪辑 会有影响 就是说 出现一些 不流畅 播放不流畅 或者说 操作 比较卡顿的那种现象 假如说 我们本身内存 不是很大 在操作Promia的时候 相对比较顺畅 然后我们就 要对Promia软件 单独设定一个 比较大的内存 让它来运行的 更流畅 我们在 编辑 菜单里面 找到 首选项 然后找到内存 找到内存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内存可用于 Promia这个图标 是显示亮色的 后面 25.9 就是说 我这个 用在Promia这个软件 操作的内存 有25.9个G 然后 其他的应用程序 我保留了6个G 就是说 我再打开 在Promia软件的时候 有25.9G 的内存 单独 为这个软件 在使用 其他的一些程序 我就保留了一些 保留了6个G的 内存 我不需要 这个Promia软件 用这么大的内存 我们可以 把其他的内存调大 Promia软件的 运行内存 就相对减小 我这个 是32G的内存 素材比较多的话 用Promia剪辑 占用内存就需要 更大一些 然后调整完了之后 我们点击确定 就可以了 这是我平常 在剪辑的时候 会经常用到的 一些小技巧吧 希望这些小技巧 对大家有所帮助 好 感谢大家收看 再见